嗨大家好我是崇哥 今天呢 要來 安裝 那個機車的行車記錄器 那為什麼我要裝行車記錄器 因為這台車你們應該看得出來 近戰二代這個很老了 十幾年的車了 為什麼還要裝行車記錄器 就是因為我前陣子 在路上騎車的時候 又遇到三寶了 這輩子遇到三次 這種狀況就是 我要直行 然後旁邊的汽車呢 要右轉 他沒有打方向燈 啊每次都是 剛好要過路口的時候 他沒打方向燈也沒減速的那一種 他就是 我想說他要執行嘛 我一樣在他旁邊我也要執行 結果他就突然 往右切 我整個傻眼 那時候我根本 我就在他旁邊而已 我反應不及 就直接從他側邊撞下去 後來這件事呢就 就覺得說 那個時候撞好我車沒事 我人也沒事 因為我反應快 因為我大概 知道那個 某品牌的 車主呢 幾乎都會這樣 就是 轉彎都不打方向燈的 每次看到那個品牌車我就會 到路口的時候我都會 不自主的我就會先煞車 因為我不知道他到底 會不會突然右轉 結果還是遇到了 還是撞到了 啊因為我那時候沒有裝行車記錄器 我覺得 很麻煩 因為我人沒事 車也沒事 對方他也覺得 是他自己的錯 然後就 後來就這樣算喔 我也沒有報警 可是我還是覺得說 還是 需要裝行車記錄器 起碼 可以保障自身的安全 就是如果有糾紛的話 起碼行車記錄器裡面可以 證明他沒有打方向燈 他撞到我之後他轉過去 又馬上打方向燈 他是撞到的時候 他才打方向燈喔 你懂嗎 就是方向燈在那邊閃 所以警察來的時候就會 他就可以跟警察 狡辯說他有打 我那時候想說算了能算了就算了 反正我也沒事 這樣就好了 所以我才覺得說 應該還是要裝行車記錄器 起碼自己有證據可以證明說 他是真的沒有打方向燈 然後我也煞車不急才撞上去的 因為會有完整的 那個過程 然後從那天開始我就開始上網找 很多種品牌的行車記錄器 有 有很貴的 上萬的 有很便宜的 很便宜可能一兩千塊的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 不知道到底怎麼選 我也爬文爬了很久 後來看 看看看看看 就覺得主流大概都是 1080p左右的機子 然後價位 3000多左右的價位的機子就是 比較穩定一點 起碼 不會出什麼大問題 然後我看看看 我就覺得1080p 我又想要畫質再好一點 所以我就找到了這一台喔 這一台 他說什麼 他是前後鏡頭都是 2K畫質的鏡頭 那他的型號是那個 MR900 好不好 我在蝦皮買的 我那時候就是因為他的 畫質是2K的 所以我就想說 2K的應該 畫質拍出來應該會超好 然後車牌都可以拍得超清楚喔 絕對 是比1080p還要再好 所以爬文爬了很久 然後找到了這一家 然後買了這個 2K的 行車 紀錄器 他前後鏡頭的 然後 我還買了一張 記憶卡 因為他有搭配嘛 我懶得分開買 就一起跟他買了喔 好 那我們等一下就來把 安裝上去 來吧 開箱喔 我買這一組 MR900是有螢幕的喔 他是可以即時 觀看的 啊可是因為 近站沒有地方 那個車頭應該沒地方藏 所以我應該是會把 螢幕放在車廂裡面 然後他有一條 線控 就是可以即時 控制 如果有發生狀況 可以即時把他拍照錄影起來說 把那個畫面鎖定喔 他那個檔案就不會被循環洗掉 對啊 他還有Wi-Fi 只是 我還沒研究他怎麼用 我們就先 先把他裝上去 配件就是這些啦 鏡頭 線控 跟 一大堆的線 線除 配件這樣 我剛剛 決定要把他裝在這裡 剛好有一個 小平面 然後就把這個鏡頭 穿過去 走線 線穿過去之後 把它黏在這 他就是在 車子的正中間的位置 買行車紀錄鏡喔 如果你有自己有DIY能力的 就可以自己DIY DIY蠻好玩的 如果說沒有DIY 的這種能力的話 就還是建議給車行做 再跟車行說你想裝在哪 十幾年的老車 得磚洞 完全不會心疼 好 現在前鏡頭固定好了 然後等一下再來 看後鏡頭要裝在哪 我決定要把那個後鏡頭 裝在這裡 就是扶手的下面 那因為這裡 尖尖翹翹的嘛 對不對 所以要把這個角 稍微掰一下 喔 怎麼硬喔 我以為手折 折的洞 我的天啊這麼硬 太硬了喔 所以 還是需要 弄 工具 用手真的是 不太可能 這樣折一下 恩 不錯不錯 好 把它貼上去 貼在中間的位置 貼完之後呢 這條線怎麼辦 想辦法讓它進去 這裡剛好有一個洞 自從這個洞 有沒有這個車殼拉一下 它還可以有一點 ASOBE這樣 稍微拉一下比較好穿 把它穿過去 有沒有 這樣就穿過來了 這樣待會就可以接線喔 所以現在前後鏡頭都固定好了 再來就是接電啊 現在要來接電 黃色的這一條呢 黃色這一條 接在電瓶的正 正跟負會看啊 這個是正 加就是正 減就是負 黃色接在正極 黑色接在 負極的位置 黑色的 因為它黑色的頭有做這個 可以直接鎖在那個螺絲上面 可是正沒有 所以我就自己 多弄一個這個 端子頭把它接上去 然後就把它 把它給接上去就 電就接完了喔 很簡單 其實裝這個真的沒有很困難 可是你還是要有一點 動手的能力 才有辦法做 剛剛說 黑色是負極 鎖好之後確認一下 電線有沒有鎖緊 有鎖緊就OK 蓋起來 然後呢 紅色的這一條要接在 ACC的位置 就是鑰匙給電的位置 再來呢 就是把 ACC的這一條線 接到保險絲上面 我比較懶啦 我是把它接到保險絲 然後你要知道哪一條 才是你 機車 鑰匙過電的那個保險絲 那個 就要自己找 好不好 因為我不知道你的車是哪一台 如果你跟我一樣是 二代進站就是 最上面這一個的保險絲的 裡面這一邊喔 不要接外面這一邊 要接裡面這一邊 只要接裡面這一邊你看 我現在 我現在都把它先 視接上去 看它會不會過電喔 好 鑰匙 打開 有沒有 它就自動開機了 所以只要鑰匙打開它就會自動開機 然後它就會有前後畫面 有沒有 前後畫面 因為鏡頭的模糊我還沒撕掉啦 所以 我是掛在這 掛在這邊 所以 你看我的手 我的手在鏡頭前面晃 有沒有 就是前 前畫面跟後畫面 這裡 有沒有 這應該看得出來 OK 好 那再來呢 就是把線 藏好 因為現在 測試確定OK 機子也OK 都會動 然後 鏡頭也正常 那接線也沒有錯 這樣表示就會過電 我只要把鑰匙關掉 有沒有 它就自動斷電 它就會顯示一個 ACC關閉 有沒有 即將關機 所以你鑰匙關掉之後它還會再 錄一下下 然後就 它就會自己斷掉了 有沒有 它就關機了 這樣子 OK 再來就是 長線啦 那個線 都拉好了 都稍微跟它固定一下 等一下就把 椅墊裝回去 我想要裝的位置 就是在 這個啦 因為它這邊剛好有一個 維修 維修的孔 剛好這個蓋子可以 打開來 可以讓那個 機子跑出來 維修 我就這邊旁邊開一個小洞 線出來之後機子可以黏在這 那現在就先把那個 椅子給它 裝上去 把機子拉出來 好 現在已經 全部安裝完成了 然後那個線控呢 因為我原本想要黏 可是 我 怎麼找 靠腰這個 二代進站就沒有一個平面的地方 可以黏那個線控你知道嗎 後來想說 靠腰到底要弄在哪 結果發現 好像 用束帶跟它固定在這個地方 好像 還不錯 你看 就像這樣 用兩條束帶跟它固定住 反正也不用黏 之後不喜歡 絕對不行 這位置再換就好了 因為我這樣試過了就是 雖然是用束帶固定 可是你按啊 它都還是按得到 有沒有 它還是有辦法按的 所以我就覺得 好像也OK 不然就先這樣 好不好 然後線呢 記得 龍頭的線一定要預留 有點鬆鬆的 你在轉彎的時候 那個線不夠長就 完蛋喔 有沒有 所以一定要預留 稍微鬆鬆的 這樣 OK 有沒有主機藏在這 我這邊也開孔了 然後線這樣上來 主機 打開 通電 通電了 有沒有開機 待會就出去試喔 有沒有現在就看到 它主鏡頭會顯示在 前鏡頭會顯示在 比較大的畫面 然後 比較小的畫面就是 後鏡頭 有沒有 它前鏡頭會顯示 主要畫面 右上角就是後鏡頭 後鏡頭 在這邊 然後前鏡頭的畫面這樣 好 我還沒研究怎麼用啊 好不好 等一下就先來去 出去拍 然後再來研究它的功能 我看循環 它現在分辨率就是2K 有沒有2K 2K分辨率 鏡像 鏡像應該就是 如果你 鏡頭裝反的 它可以幫你 顛倒過來 然後 循環 有 循環可以分 1分鐘 2分鐘 3分鐘 那就讓它3分鐘循環 然後錄音 把它打開好了 不知道它有沒有 內建麥克風 待會騎出去試看看 文件 文件 自動加鎖 這個 記得要關喔 因為 有時候太靈敏喔 你可能一個 蹬到一個cooler 它就以為你撞到 它就會 它就會 顯示是那個 鎖定 就是可能你車貨自動鎖定 所以這關掉 用手按就好了 不然到時候你就一下記憶卡就滿了 一大堆鎖定的文件 然後 停車監控這個 也可以關閉 這個 我是覺得不需要打開啦 因為你打開它就會 你會吃你 那個 電瓶的電 你有可能 停個幾天晚上 可能你要再用的時候 要再騎它就 它就不會動喔 自動洗瓶 這個可以 因為反正放在車廂裡面 我也不會監控 所以 30秒讓它自動關閉 然後 GPS 速度 單位 時間 設置 隨應選項 日期行駛速度 沒關係這個我就不改 然後 儲存卡 喔 第一次使用記得格式化 我已經把記憶卡裝進去了 那就記得格式化它 好 那我們就出來去 試吧 OK 好 這就是我安裝的位置 我前鏡頭安裝在這個盾牌的上面 後鏡頭 安裝在這裡 這是後鏡頭 然後線就藏起來 所以也看不太出來 因為短短一條線露出來而已 不過是 安排 冷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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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泣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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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